HELLO 各位網友大家好我是白同學 白同學在背什麼東西不知道 就是我前幾集有播放那個 我有那台MNW136 手動換上那個18吋旅圈的一些影片 同學很捧場 討論很熱烈 我大概整理了一些問題分享給同學 裡面問到最多的是 白同學那個旅圈換上去到底要不要定位這個問題 大概我一些定位的經驗分享給同學 怎麼樣選輪胎 白同學自己的那種看法 以前叫過補社會大概回想一下分享的同學 大家都用背給同學聽好來開始 更換旅圈到底要不要定位 差不多要20幾個同學回覆 然後我大概文字上也是講一下 我想說今天你大概來背一下 因為現在大概凌晨1-2點 我要看說所以背起來比較小聲 我都這樣中爪 好來 盡量開始 我跟你講啦 你如果 你要說 瞭解那個底盤的原理 你就知道說到底換旅圈要不要定位 白同學分享我的經驗給你聽 照理說原理來說是不必 但是當然為了 你如果還要定位 那是可以的 這多開沒關係 但是白同學的話就是因為 那一台車 紅色那一台我開 大概買來差不多四五年應該有了 大概抓五年 然後來的時候有去定位過一次 然後就是那個15寸的圈皮就換下來 然後我後來換上那個18寸的 18寸進場買來的時候 倒在白台車 因為那個時候驗車很尿 尿小 尿小 沒有把它弄起來 然後後來我就是 那個時候平衡都已經做好了 然後因為我知道 我這台車 它倒起來 那個什麼 定位的準度有沒有 那我就是直接把它直上直下 正常你起床的時候 你如果說 矽條鏈 因為矽條鏈第一是落地 它一段時間都沒有多久 然後你放上去之後 正常是連偏 偏一些都不會 有些同學觀察力比較好 它有發現到我 那個15寸的有沒有 踢下來 它裡面有很多耐角你知道嗎 但是 我有一個觀念 我開微軟的經驗分享的同學 因為一般 微軟的車 如果我怕這台P1好了 微軟的車 它後面來講的話 它的電池都是比較少外巴 頭前它外巴穿的比較少 但是 那種東西就是說 因為 那台車又降車身降了很多 頭前幾乎是有要蓋熱嘛 後面 頭前我記得 那種高度來講的話 它正常 它那個微軟的設計 它後面 那個輪子是這樣 會幹進去 你如果說 比如說這葉子板 葉子板 你車身降下來的時候 它那個輪弧 輪胎就會進去 你如果看那個影片就知道 但是你如果說像 那個賓室的X的它就不一樣 那底盤也不一樣 它那個外蓋的 它這樣擋印 那種東西比較抽象 我們就直接跳過去 簡單說 換鋁圈 你如果說車原帶的定位是正常的 你鋁圈直上直下 它原帶的陪 狀況都很新的情況之下 我的經驗 我是沒有定位的 我用幾個檔子都正常 然後你如果說 換上去之後 那如果是覺得 你會稍微騙著 騙著的 正常來講 是不會這樣 但是大部分 那就是那個鏈子有跳飛 還是說那有兩邊的燒板 那後來你比較去 讓那個底盤在這裡調整 那如果沒有出現那種情況 原則上你在開 應該是如果沒有異常磨損 應該是不用個定位 那是我的經驗 當然你要在那裡 跟它做一定要 那是要你的事情 然後 然後 你一般另外一種就是說 比如說我一台15吋的 然後 你就去店家買電腿 買鋁圈 基本上它會送你定位 當然 不用錢的管理 你就可以定 但是說 我來分享 我那個 定位的部分 我以前開那個 蝦米 蝦米 有嗎 我說真的來車 雙蝦米好 像我剛才用車 車子比較熟悉到失敗 有很多同學要吐槽 你先不要吐 他頭上的楊角調停器 有沒有 其他車我不知道 那種車今天就不會吐槽 然後 它 鋼蝦米 他在做那個 放肉 就是車子的 這個 他專業名詞 我不知道 他說放肉 你如果沒有用到 他會用兩萬塊 但是你如果太粗 他說的 你車 又很會吃煙 然後 我那個時候就是去給店家做 那時候我記得去換電腿 他就說 哇 他有送電位 但是那時候 那間店家裡面 我不要說第一間 他沒有定位的那個機 後來就是 不用說 叫我開他朋友 對什麼 噢 噩夢開始了 你娘越重越偏 他在背後 我開錢 就要說 電腦很突然 簡單說 那種免錢的 我們不是說那種會壞 你如果說 有的店家 他是技術性比較好的 他本身送你 那 鋼蝦 要說經驗值很霸 他給你電腦很準 但是你如果是 對著頭髮越頂越四 不知道 那間店就是 不去換電腿 變成 A地換 然後到 B地區 那個電位 噢 那台車一直騙 他就跟我說 他說什麼電腦的問題 我車腳的問題 結果我就腳長的 在那邊換 那邊說 好 像你早知道 你沒有電腦機 你還說有 結果 我去電腦室 那老闆腳又痠痠了就好了 我為什麼要講這種東西 你知道嗎 後來 我就是 那個時候就輪胎換上去 不知道 那時候我會去一台 鋼蝦 換電腦都跑不到兩萬 你不管怎麼掉電腦 我沒辦法就跑到兩萬 啊 後來我就去買了 四條中骨胎 你又加小嗎 我看那個 我心想的 那個店家說 我說那個中骨人送你 但是 我剛才頂那四條 我頂的 給你收兩千 我說好 他剛才頂的 我以前的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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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覺得 奇怪 那我真的 那種角度很漂亮 我沒有什麼 吃電腦 就是 鋼蝦子 它輪子那個又不會很外巴 我就頂很喜歡 但是大概 花了兩個小時的時間 那一次 訂完之後 我再換輪胎 一般 我去大廚中 它就這樣 上去 上去 不走的 啊 我也不知道到底 那個數值 我看是不是 對啦 因為我們是門外汗 然後 頂好之後 我走 就大概 反正就是 不管它吊了那麼多 就超過兩萬就對了 它是說 因為你有鋼蝦子 或者怎樣怎樣 好來 回到正題 為什麼要說這個 你知道嗎 他米冷的 我自己在塞的 差不多幾十年了 15年有了 它那種車 如果說 你沒有去塞到底盤 沒有更換到什麼三角台 什麼三角架 什麼阿里阿渣的剃頭 基本上 我自己的經驗 剛剛在旅圈 拆來拆去 基本上是不用定位 沒什麼走的 你再看它怎麼回頭 別說回頭太遠 它不會走的 但是喔 你如果說像那個蝦米仔 那種車 我不是說它 因為它設計先天 它就是用 它前面 它有兩隻那種 東西在塞 我不知道叫什麼名字 用鐵 你就 想要黑白色 你如果沒有定區 去定位的話 說這真的很多人 那是什麼 它算是 你第一句 剛性的梯子會走 你知道嗎 所以說 這個旅圈 換上去 到底要不要定位 我就分享我的作法 你看 你要看車種 就大概這樣子 我不要轉太久 然後 那是什麼 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 你要去定位 就是 大家有去跳的車腳 還有 你什麼 電腦異常磨損 電腦異常磨損 很多種 第一 我大概今天分析 就是胎壓 我自己的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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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頂部損太快 旁邊 下到 旁邊變得更不滑 然後你如果說 大部分都是胎壓 打得太低 就是說 你看到有的就是什麼 旁邊損不到 然後中間 旁邊 旁邊 太低 它是 頂部損不到 旁邊很多 因為 沒有實測的東西 因為 你要打 你如果不太好拍 大概就是這種概念給同學講 然後 我說重點 就好了 輪胎你如果改越大 扁平比 你如果縮得越多 你胎要打越 就要打越高 我分享我的經驗 以 三六來講的話 18吋鋁圈 我前面 你如果說那個扁平比 縮到那些縮孔 到什麼 以18吋來說 我前面 我都是習慣打到 至少打到38 兩胎壓 我說兩胎壓 然後 後面的話 一般人是說 頭前 有的說打得更重 要打得更重 他的縮孔牌頭前 但是 我是習慣是 前面38 後面的38 我都是比較喜歡試練 打平均 當然 這也很多人在這樣 啊 那個不行 你要自己去 那個什麼 自己去研究 因為那種東西不絕對 你如果 關心中 好 車子稍微回去 稍微有異因 你會覺得很煩 然後你如果 打得太低的話 你方向盤在砰 還有包括車子在走 那種感覺 就慢慢 你知道嗎 就是覺得很緊 那是白龍學的經驗 傳送給你 還有大概我用過的那個 輪胎 大概我用過的那個 跟我分享給你看 因為很多同學問 我大概會整一下 那個 馬牌的輪胎 以我那台三角用過來說 買白 他在倒起來 你扁在塞的時候 看你車輕 然後比較輕的時候 不要緊 在那裡 比較輕的時候 你油門 你會覺得 在塞的時候 你會覺得 加速器比較快 明顯是感覺得出來 然後舒適性會比較好 但是它的缺點 它的台賓 我之前就直接 那些什麼 那些什麼 買白的那些什麼 你去塞 你繞到那一顆一顆 有些人行道 有一些 有些什麼東西 你繞到我台賓 稍微累到一瞬 就破空了 就開始流風了 而且台賓來說 他沒辦法補 因為他太薄了 你變成說 台賓 好你為了舒適性 為了性有比較輕 但是 它就是 它就是 繼續吹爛 就好像說 你塞骨在那裡 有些什麼 零點零錢的 那個 那是說 看得比較爽 我覺得 危險性比較高 然後另外 我用過的就是 南港的 NS2 NS2 那時候 大概18吋 17吋 就是 農非他莫屬 因為它的優點就是 但是它的缺點就是怎樣 它的輪胎 它台賓比較高 但是它輪胎做得比較圓 比較圓 它的好處是 你那個 褲衣鋼的時候 你海拉風 比較不會去抓到 搖擺板 窗內的時候 但是有一個缺點 它的便秤比有 不夠薄 你知道嗎 比如說人家說 我們縮到沙漠的 看就是 那個年輕跟那個年皮 你看看得很薄很漂亮 它就是會大概 會霧差一點點 跟人家說 看起來好像比較有頭 滾下去的感覺 看起來好像 那個車子 比較沒有運動感 那當然海拉風 它在 旁邊路 它在搖 海拉風 它是首選 因為我 它在什麼 內骨棒 什麼 比較不會說到 然後另外 還有一個缺點 它的輪胎品 跟價錢成長比 它的輪胎 它的軟皮 我像 那台佛羅伊達 我之前也都要到南港的 最早以前一條九百塊而已 八九九 它那個 熟過熟台 有一個缺點 差不多七星的時候 就開始一直跳花 你根本沒有辦法 完全跑到完 而且你 定期不管怎麼 掉鏈 它就像外面的 在那裡的財質 比較好 但是裡面就變了 那是我的感覺 然後 另外就是 飛達 以前那時候在生的那個什麼 蝦米仔 跟米靈 剛起的 都幾十七吋 十八吋 飛達五九五 那條做名 那個 電腦很差 都人字邊 那簡單說 那就是雨胎 那條電腦的好處 它視覺 扁平比 做得很薄 很視角 變一變 說縮到樹空 還是縮到沙漠 它沙漠看下去 好像不像 那樣的沙漠 你就覺得 好像跟 路面上完全貼近 但是它 那個 材質啊 非常的硬 它就為了要耐磨 跟人家說耐磨得很狠 你根本沒辦法 沒辦法 輪胎 它就 會翻譯 我整個撈的 你知道嗎 你根本大概 沒有辦法跑 我之前最狠的是 我朋友那台米靈 都跑了五聲 還包括我的五聲 六聲 有的 比較好你跑了四聲 整個電腦的旁邊就扁了 對啊 台幣扁你就沒什麼感覺了 就是大概這樣子 後來 我就是 以現在的車來講的話 我倒我的評價 我就是倒那個麻吉斯 麻吉斯 就是那個 那個人工采 還有比較好的 性能跑胎 應該是這樣 因為我沒有在計 那個輪胎的型號 大致上在選輪胎的話 就是後來就是以雙導向為主 因為如果單島來說 你要調練很麻煩 但是單島我的經驗 它在排水後比較好 因為剛才有一個同學問 他那個 前面不知道 什麼 頭腰的 後面不知道 什麼少年皮 前後去調 什麼白髓的怪怪什麼 我大概分享給你聽 以前後來用過 韓國的 它會出一種不對稱胎紋的 不然它就是取之於 那個雙導向 還有單導向 它的中 簡單說 它有一個四條膏 比較好的臉皮 像那個白髓的 它後面都是四條膏 很深那一種 那一種是標準的雙導向 你就不管怎麼調 調得很方便 然後另外一種 標準我們看人質的 有 那種以前的飛達蚵 就有 那就是我們說的雨胎 那個排水性非常好 你就夠水 嚇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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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相對於它一般 如果說 在一般正常路面 它抓地力會比較差 因為它胎快的接觸 面積比較少 然後另外一種就是 不對稱胎紋的 一邊是 好像一條膏 另外一邊就是粗粗 那種它的排水 原因就是 它的原理大概 Lamp有分在out inside 它有分 裡面內側跟外側 我還要研究 它就是什麼 裡面外側它就是水 並說全部都射在車的中 不然全部射在車的後面 但是你如果 車倒不到邊的話 它變成 那是什麼 你車在走的時候 它水就是從 固定一個方向過去 那你後面倒不到 更高 你變成車就變得燙 但是 我是相信 在倒臉皮的人 應該都知道 但是有的 有的如果說 尤其買中國車來的話 它這樣 all inside倒不到邊 整個系列 倒到進去 倒到進去 所以那種東西 有時候臉皮 你要特別注意 那是說 阿東學大家今天 嘴廢七水八舌 分享我的經驗給你們聽 所以說 怎麼講 輪胎大概怎麼選 然後定位 是否要定位 那時候 你自己去 對你的車礦 你自己去 爭取 參考 有一個官僚 你看 如果不敢 你定位 有沒有 你準 好像送你定位 越定越死了 那是保養學的經驗 所以簡單講 換鋁圈 你把車 鋁圈直上直下 臉皮 又是很新的狀態之下 NG都調好了 有沒有 基本上 原理來說 是不用定位 那你如果說 有的 那些什麼同學 我們就說 因為 一般他有拆到的時候 他的角度會跑掉 你如果不定來說 你連背走 比較少 五千公里 有的不用到五千公里 差不多五六百公里 就去蹭了 你蹭一邊 之後 心就開始痛了 那是保養學的經驗 大概初步分享給你們 那你如果說 那些什麼同學 又要進一步了解 我們大家再來 良心的互動 因為我說的也不一定對 那是我自己 花錢的經驗 大概就這樣子 節目最後 記得怎樣 訂閱白龍學的教室 拜拜